如果你想在大马路上获得骑刷刷的回头关注度 如果手握70万级 超跑吧 买不到Dream Car 行政轿车 SUV差了点个性 又想通过择车方向看出点内心坚毅的反差 那不妨看看中国军用高机动越野的民用出品 尤其从车上下来的不是一个185壮汉 而是一个女生 经过的人都得好好琢磨一下 他到底啥来头啊 这是我近期试驾过最拉轰最拉轰的台车了 你看猛士917 主要三个原因啊 第一呢 长得很夸张 第二 动力自来水 第三 它也很罕见 其有的车呢 它是看着很大 但拍出来有点显小 但这台猛士917 我说尺寸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离谱和夸张 车长呢 是不到5米的 车宽呢 2米出头 车高呢 1.935米 大家看着非常唬人很夸张的原因 还是远距于它棱角分明的曲线 你看这儿 确认过眼神是板金师傅还有贴摩店同事的噩梦 那像917呢 也是一个带空旋的 然后它形成是150毫米 向上105毫米 向下45毫米 那像这台车的话 轮圈是一个R20的 然后配了一个275 65的胎 品牌的话是被耐力那个蝎子的Scorpion的MS胎 就专门去为S3打造了一个四级胎 更加偏公路一点 当然对于它的造型来说 会觉得配个AT胎啊更加合适一些 但是API如果在公路上行驶日常使用首先一损 第二呢就是胎造会比较大 我觉得平常使用的话原厂它也更加合适 第二呢就是动力真的是自来水啊 咱们今天这台试驾车是增程版的三电机 600千瓦 1050牛米 那那个纯电版的四电机能达1088匹 你看马力在这儿了 同时呢扭矩也是力大专飞 但是你看咱们增程版小电池也 它都3.1吨多重 但如果是纯电版大电池能达3.3吨重 那这个情况下你跑得快 杀得住也非常重要了 你看它是一个Brembo专门去为917 去特别定制一个6活塞的助理的一体式的卡钱 那这样的好处呢一体式相比起分体来说 它不仅呢重量更轻 而且呢强度会更高 咱们这车这么大这么重的情况下 摆灵制动程序37米级以内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第三呢就真的很罕见 像在917去年9月份就开始交付了 但我见了好几次都在车展 然后路上就见到过一次 我就跟价格有很大关系吧 你看增程版是63.77万元 纯电版是69.77万元 已经下定的用户93%都选择增程版 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增程版 那你看到杂七杂八下来 70万的这个区间 如果作为家庭或者自己的主力用车 可能很多人就会投怀送抱 进品牌一家的光环里了 大部分人选择猛式角 其实都是为了它 你看军工出品的硬核能力 但你看梁仓创意园 还有我们南大干显广阔无垠的地势 那今天越野呢肯定不是核心 主要呢还是来体验一下 它回归日常 平常开好不好开 以及说不越野时 能不能肩负起一个多长景的主力用车 日常使用呢 咱们先来看一下 它的车内的输出性 还有空间表现怎么样 然后这车是真的好高啊 你看如果没有踏板情况下 我先上车 得这样子上 这也太前行了一点 然后我觉得这个固定踏板 要比地动踏板来的更加好看一点 大家觉得呢 上车以前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像这台车军工出品嘛 用量非常扎实 然后四扇门是没有 电锡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你看如果用平常关门的一个力度 这样它就很容易关不紧 所以你得第二次 再去用力地关上 才关紧了 那像这台车内饰呢 我觉得它就很严简易改 很红砖正风 就整体还是比较大气挂的那一种 几个比较特别的 一个手枪式的门坝 然后一个飞机换档机构 像飞机式的那一种 然后包括有很多国风元素的融入 你看空调出风口 就是像风火台式的 然后木纹 然后包括说中锋面板这一块 它这个图案有点像是 咱们初中高中那个 地理课上的等高地形图 那包括有很多这种 阿根查尔的材质的拼接 我觉得也很符合说 像这台蒙士917 它所面对的一个受众的审美 还有取向的偏好吧 那车内科技感的营造呢 主要就是靠这三大屏 还有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了 然后这中控屏呢 那一支也是855芯片 然后我自己使用下来 我觉得流畅度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怪不得是咱们国人出品 就我觉得它的学习成本 是很低的 非常简洁明了哈 然后输入性这一块呢 你看主架都有一个 位置腰托侧翼和坐垫的调节 然后方向盘这一块 也是个电动的四项调节 你看 那像917宽度是比较宽的 两米多 然后你能坐到二排 你会发现每个座椅 它宽度很够 就加上说西部 它轴距2950米也不错 然后加上这个座椅材质很舒服 所以我觉得二排 其实坐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能看到它是 主要裸露的是两个安全带的卡扣 然后有一个是半隐藏的 所以这个位置 我觉得还是偶尔去 背一个不时之需吧 然后往下拉 果然是军工车都好重 然后往下拉 后面又有一个后排屏 然后它也是能做一个 基础的功能调节 你看 像917有个纯电板 纯电板的电池容量 已经是接近143度了 那是怎么能保证空间的情况下 并且塞进这个地台呢 首先是能量密度 那它的这个电池 是宁德时代去供的 一块三云里电池 然后它现在能量密度 是能达到每公斤180瓦时 那已经能算说 是一个三云里电池里边的 一个行业的天花板的 能量密度了 那第二就是这些车 它比较高嘛 所以它的纵向空间 是比较够的 哪怕说电池 会坐得厚一点的情况下 你看它地台还是基本纯平 然后包括说也不会存在 因为地台比较高 所以把我们大腿前段 给顶起来的情况 那像917军工出品 它四个门都真的很重 然后它这个后备箱呢 是个带液压杆的 然后我们先挂上 然后你看到这个地方 它的后备箱 是有电锡的这一块 秒杀前面四个门 方便很多 然后它后备箱的一个材质的话 主要就是这种硬塑料 跟木马人一样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其实你又防水 然后你又扛灶啥的 但是我们今天框的是日常使用 那如果说我是个女生 搬着重物 能搬这么高吗 我们就可以把空悬降到最低 然后最下呢 是能下放45毫米的 我第一次以这种角度来看我这个道路啊 你看这个路间 我感觉我都看不到它了 就有点像是骑着大象 在南大干线奔跑的感觉 车身真的是太高了 视野太宽阔了一点 然后因为我爸之前的话 是有一木马人 然后他也是个非常载的 带大梁的车身 当时开它在城市里边 就那种哐当哐当硬的慌 所以我还蛮好奇 它开起来的感受 那它呢是有一个空悬 但这个空悬主要是针对一个高低啊 就包括说你越也是穿越能力的提升上边 那舒适性包括你公路行驶时 想要那种更加舒服的一个驾驶 和乘坐的感受 还是靠它一个CDC的 一个可变阻尼的减震器 我自己感觉的话 它其实滤震还蛮舒服的 然后包括说它在标准模式下 它虽然马力非常大 但这个动力输出呢 还是比较线性比较轻柔的 那我觉得像选择猛士917的话 就不可能不改装 那你像这一台车 上面就是心里 加上有那个爬梯的情况下 我来的路上 大概7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 我就感觉它的风噪 是变得有点明显 不过这也是情理之中 比较理所应当的哈 然后它就有个比较好的 是它可以根据它的预想到 你看有个车身的改装设置 你就能把你改装以后 它现在的一个 比本身尺寸 还要更大的尺寸 重新录入进去 它就能对你进行一个 限高和限宽的预警 我们现在去超市里边去看一下 它的整个尺寸 日常空情方不方便 哎呦 什么 你的action是吧 对对对 那就刚刚好的 多一点点都不行 妈呀 好危险啊 我感觉它一直在怼我的天灵盖啊 好吓人哪 哎呦 好 我们先下去 然后它也是这种商场的旋转转弯式的停车场 然后我们尽量把车保持在车道内 哇 好极限呢 好极限呢 一起嗶嗶嗶叫 其实这台车的话它过都是能过的 我左边也一直都在车道内 但是确实是比较宽的情况下 所以过的还是要比较小心一点 那像猛士917呢 它也是个线控的转向系统 所以打破了很多我们方向盘 对于车轮一个机械上控制 所有都是电控的 那现在它转半径是5.1米 毕竟车身尺寸在这 我觉得开起来是比较灵巧的 那它的后轮正负的角度 大概是10.5度左右 那么刚才商场里边开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车身宽度2米多 比较注意情况下是可以的 但车身高度就真的得注意一下 因为一般的商场的车库 就是个2米的线高 所以还是得小心小心再小心去过 那因为说它现在是一个线控的转向系统嘛 所以它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形式的模式啊 比如说前段时间很火 那个线形模式这儿就也有 那如果在咱们跑高速的情况下 它也是一个同向的去调整 那这样在我们变道啊 或者说你想去调整方向时候 它的效率也会更加高一点 好 那我们今天开了猛士917 那很多人会拿它去跟仰望的U8去进行横向对比 那其实本身价格就差了三四十万 我觉得就不是一个价格体系 去横向对比的竞争关系哈 那如果说 你是一个比较喜欢硬派越野的 并且呢有一个偶尔的日常去通行的一个需求 那我觉得这台车还是很适合的 毕竟你看 我在一个飞越野的标准模式下 它底盘并不会像一般的飞程 在情况下那么硬光光的 而且呢在它的动力输出这一块 虽然马力非常大非常夸张 但输出也是比较绵柔的那一种 那我觉得七十万级你能选择的 可能还真的只有这台猛士917了 如果对于今天的车型感兴趣 或者有什么好奇的问题 欢迎打开大家车问小程序 向你喜欢的KOL提问哦